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736集 不败之远 白玉堂抬手 两颗墨语飞黄石 顺声音扔了出去 石块弹起 从地面带出来了两条蛇 本来众人以为是两条蛇 但是直到蛇飞起来 摔在地上众人才看清楚 原来是一条蛇 但是那条蛇有两个头 双头蛇 众人下意识地退出去几步 没一会儿就见石头摆出来的石阵里 爬出来了许多双头蛇 白玉堂眉头都皱起来了 就是这种蛇 是吗 你昨天看了那个杀鬼之后 说是中了毒 莫非就是这种蛇的毒 没错 双头蛇我在古书里看过 剧毒无比 这蛇与其他蛇不同之处在于 被它咬伤的人也会散播蛇毒 只要被咬的人咬了别人 其他人就会中毒 是一种散播下来非常快的蛇毒 公孙边说边示意众人 只要退出深色土壤的所在 到浅色土壤的地面站着就安全了 双头蛇的毒性十分厉害 却很不好养 它们必须生活在完全没有水的地方 这种土壤 这种土壤书上也有记载 叫双色土 双色土完全不吸水 被太阳一照会变得很烫 是双头蛇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 那这个石头镇 是有人建造在这里 提醒别人不要靠近的吗 应该是 这种土壤天底下也长不到几块 要养双头蛇也只有这里 因此此地相当凶险 难怪那些杀鬼怎么灭也灭不掉 原来源头在这里 只要抓到人后 扔到这里让蛇咬一口 杀鬼就形成了 一传十十传百 生生不息 这种妖孽最好是永远铲除 弟弟可能还有蛇蛋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赶尽杀绝 我只知道这东西怕水 众人四处望 这附近貌似没有水啊 他们住在这种滚烫的地面 是因为怕冷吗 这时天尊突然开口 众人一愣 公孙连忙点头 是啊 那就好办了 说着 天尊往前走了两步 双手一抬 往下连拍了两掌 众人就感觉一阵寒气逼人 四周围的地面 立刻出现了一层白色的霜洞 不一会儿 就见大量的双头蛇 从地底爬了出来 垂死挣扎撞 很快就都被冻住了 过了一会儿 天尊收了手 回头就见众人跑出老远 一个两个洞的直搓手 摇摇趴在小五背上 大概是小五身上毛茸茸的很暖和 摇摇一个劲儿在蹭他 展昭站在一旁看着相处融洽的一龙一虎 感叹果然是好奇怪的组合 第三仗我都冻住了 天尊边说 边对无杀大师招了招手 众人就回头瞧着无杀大师 就见大和尚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手中拳杖对着那冰块猛的一击 就听到砰一声 整个地面都似乎往下一沉 最后 大师收回手 打了个击手 念声阿弥陀佛 此时 地面深色泥土的地方 连同地底都已经变成了碎冰渣 晶莹的冰渣被大漠里的风一吹 飘了个烟消云散 再看沙地底部 出现了一个大坑 四周围的黄土坍塌 石头阵也散落到了黄沙里 所谓的战无不胜 就是指这些双头蛇吗 我的猜想是 所谓的战无不胜 就是将敌人全部变成自己人 于是 如果所有人都变成了杀鬼 那就等于战无不胜 唉 不过没想到 竟然是通过双头蛇 的确挺恶心的 众人都看殷侯和天尊 似乎略失望 这种都敢说 得迷城就战无不胜 这不骗人吗 都说了是骗人的 这几个地方留下来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来案子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光变成杀鬼还不够用 还得听话 双头蛇是认主人的 谁养的就听谁的 而中的双头蛇蛇毒的 也都和双头蛇一样 认同一个主人 听命行事 也就是说 要跟除杀鬼之祸 还需要找到那个主人 嗯 你们猜 昨天那个跑出去鬼海的杀鬼 是干嘛的 杀鬼是听命行事的 不如让他带带路 众人都点头 觉得这计划似乎可行 于是众人回到军营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将那杀鬼放了 杀鬼钻出笼子之后 走到了鬼海边沿早前被抓的地方 展昭等人 悄悄跟在后边 原本有些失望 以为这杀鬼不是想逃回鬼海去吧 可就在众人决定 杀鬼回到鬼海就灭了它的时候 那杀鬼却突然调转方向 朝鬼海的反方向 一处僻静的林子走了进去 众人面面相去 果然杀鬼都是听命行事的 而且智慧有限 他要是回到原来的路线 然后继续走 于是 惊喜的众人悄悄跟着杀鬼走进了林子里 去抓那个藏在幕后的元凶 展昭等人 跟着那杀鬼进入密林 这一带的树林 比狼群聚集的林子要小 而且里边都是枯死的灌木 走进去就有一股腐朽的味道 然而这里树木稀疏 常年照不到阳光 众人跟着走进林子就开始疑惑 这林子废弃得连狼群都看不上了 那杀鬼的指使者 不会也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正疑惑 就见那只杀鬼停了下来 众人赶紧纷纷找树干隐蔽躲藏 此时正当正午 应该是阳光最充沛的时候 大猫昼夜温差大 每天的这个时候往往又干又热 可是此处却是阴冷潮湿 那杀鬼停下之后站在原地 踢开了几段朽木 又扒拉开了一些泥土 最后打开了泥土下边的一块铁板 原来有地道 杀鬼钻进了地道里 众人从树丛后边出来 看地道的入口 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 那椅子下不下去 白玉堂还是准备先下 刚想跳就见展昭凑到他耳边 可能有虫子 白玉堂僵住了 看展昭 招也是闲的 有事没事折腾白玉堂 为事先下去 天尊要往下跳 被白玉堂一把拽住 还是我先下 赵普要往下跳 被欧阳和邹梁一把扯住 林业火看不下去了 你们再闹那杀鬼可跑了 众人一起朝林业火看 邹梁摇了摇头 率先跳下了地道 林业火也跟了下去 最后众人也跳了下去 等进入地道 众人就发现 只是一条十分普通的通路 而且前方有光线 似乎是有出口 这附近地势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不是隐藏在什么山沟里了 文言 众人快步跑了过去 果然拐过弯 就看到一个出口 透过出口 可以看到外边是陡峭的山坡 那杀鬼已经出了地道 正走在对面山坡的半山腰上 山腰上有一个山洞 那杀鬼爬到洞口 就走了进去 众人出了山洞 就发现 它不在一个山坳里 只是这山坳附近没有灌木 只有干裂的褶色山石 应该是在山沟一带 这附近好多这种 镂空的石头一样的荒山 人际罕至 众人到了那座山坡前 发现有人工开凿的台阶的痕迹 不过做工十分粗糙 而且感觉年代似乎也久远了 轻轻松松上了山 拐进山洞 就发现里头很宽阔 斜着的一个大陡坡 通向下边 邹良依然打头阵 因为展昭吓唬白玉堂说 可能有大蜘蛛 虽然白玉堂有点想要把 展昭嘴堵上的冲动 但是想起蜘蛛还是不能忍 五爷宁可走后面 下了陡坡 环境变得更加潮湿了起来 一条水沟上边搭着简易的木桥 众人从桥上过 就听到有声音传来 侧耳一听 似乎是说话少 但听不真切 感觉跟鬼哭似的 邹良看了看林热火 林热火一挪嘴 你先 邹良望天 不过还是率先寻声走了过去 走到走到尽头的时候 邹良发现有一些石损 石损之后似乎有什么空间 微弱的灯光透过墙面的缝隙出来 根据灯光抖动的情况来说 应该是热火 怎么有人在这里点蜡烛 就剩你一个了 众人正疑惑的时候 一个沙哑又苍老的声音传出来 不见人 光听声音 就让人觉得这人估计活不久了 还是嗓子被火烧过 声音也未免太吓人了 去不进村子找几个人 然后抓几只猫来 给我吃 这句话用那人干牙诡异的嗓音说出来 众人都觉得寒毛直竖 白玉堂感觉有人搭着自己肩膀 回头就见展昭正巴着他肩膀躲后头呢 眯着眼睛一脸嫌弃 正这时 那沙鬼从石柱后边转了出来 看到众人就是一愣 但是还没等他做什么反应 天尊抬手轻轻一拍他头 再看 那沙鬼动成冰柱子了 天尊学着无沙的样子念了声阿弥陀佛 随后一拂袖 沙鬼碎了一地 天尊笑眯眯转回头看白玉堂 为师做得好不好 展昭在白玉堂身后 对天尊竖大拇指 其他人也很给面子的点头表示赞赏 轮到白玉堂 就听白玉堂吐出一句话 回去记得洗手 众人望天 天尊扑过去要用手搓白玉堂的脸 殷侯在一边叹气 天尊个为老不尊的 欺负了徒弟几十年还在欺负 殷侯伸手帮白玉堂 将天尊拽开 走出了石柱 到了有灯光的地方就见是一座密室 其他人也跟了进来 眼前的景象让众人有些傻眼 只见前方的密室里空荡荡的 简单破烂的家具 以及一个老的干尸一样的老头 确切地说不是一个 是半个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里面的社群 那是大专家的 下专家的